9月7日,某权威平台公布了2022年暑期档明星热度榜单,根据网络传播热度指数,我们基本能够知道,今年暑期档最受大家关注的男女艺人都有谁,在男艺人方面,还在第一位的是肖战,热度指数接近90,相信这个结果还是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。 论作品,肖战也许没有太大优势,他和杨子主演的余生,请多指教,早在今年的三月份就播出了,但是肖战的粉丝活跃度却是最高的,无论肖战发任何动态,他的粉丝都能把转发量,评论数,点赞量刷到最高,排在第二位的是王一博,王一博的情况跟肖战类似,粉丝的活跃度也很高,这个排名也在情理之中。 另外,由王一博和陈晓领衔主演的行侦电视剧《冰与火》正在热播,喜欢王一博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,通过这几位艺人的名字也能看到,这个榜单还是以流量艺人为主,很多艺人的名字甚至都很陌生,不过排除作品和演技,他们的热度确实很高,相比较男艺人榜单,女艺人榜单就显得合理了很多。 除了居静衣,前十名女艺人,今年都有作品《跟大家见面》,杨子能排在首位还是实至名归的,由他和陈毅主演的《陈湘如谢》系列剧正在热播,前段时间,他和肖战主演的《余生》《请多指教》也收获了很高的收视率,紧随其后,就是杨幂和赵丽颖,这两位女演员能进榜单是没有任何疑问的,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女演员, 也都是红了十几年的艺人,无论作品还是粉丝量,他们都是遥遥领先的,接下来就是迪丽热巴,赵露丝,杨颖,居静衣,于书欣,白露,刘亦菲,值得一提的是赵露丝,今年是她成长迅速的一年,她已经由原来的配角摇身一变,成了大家争相邀请的大女主,通过这份榜单基本能看出,目前流量最大的明星都有谁,虽然数据不一定准备,但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, 榜单里有大家喜欢的艺人吗?